一个神秘的访客正在穿越我们的太阳系 他来自遥远的星际空间 体型巨大 速度惊人 科学家给他起了个代号 San Atlas 此刻 他正以每秒58公里的速度飞驰 想象一下 这比我们太阳系中最快的行星水星还快 而水星可是贴着太阳转的 当他在今年2025年10月29日飞到太阳最近处时 速度将飙升到每秒68公里 但速度只是他众多令人惊叹的特征之一 San Atlas的另一个惊人之处是他的体积 他身上围绕着一圈气体和尘埃组成的挥发 像一条巨大的太空披风 最新估算他的直径大约有70万公里 几乎是太阳直径的一半 至于他的核心 也就是真正的本体部分 目前我们还看不清楚 但根据现有观测 他可能有46到50公里宽 差不多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跨度 也就是说 从远方飞来的这位星际旅客 不仅体积庞大 还携带着大量气体 尘埃和等离子体 形成了一个极其活跃的电磁外壳 而且他的轨道角度很独特 几乎是反着太阳系里的行星轨道飞过来的 轨道轻角达到175度 和黄道面质差5度 也就是说 他几乎在跟地球 火星 水星们擦肩而过 这就意味着 他很可能会和太阳风 甚至整个太阳系电磁环境 发生剧烈的相互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 San-Isles是个庞然大物 速度飞快 体型惊人 但更有趣的是 它并不仅仅是冰块加尘埃那么简单 通过红外观测 我们发现的周围的气体中 二氧化碳含量非常高 这意味着 它释放的汇发 在阳光照射下 尤其是在红外波段中 非常醒目 我们是通过微波望远镜 和NASA全新的SPHERS天文台 捕捉到这些信息的 用肉眼可见的光来看 它的汇发 大约是地球直径的两倍 也就是2.5万公里左右 但在红外光下 它就像展开了一张巨网 直径达到70万公里 比地球大得多 接近太阳的一半 这还只是外壳 而这个庞大的汇发 并非静止不动 它是一个活跃的电磁场活动区 因为其中包含了气体 尘埃 甚至电力的等离子体 这些物质在阳光照射下 不仅升华成气态 还被太阳的高能粒子击发 带上电荷 变得异常活跃 轨道倾角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相互作用 因为San Atlas几乎与太阳系的主平面平行飞行 所以它穿过了一个叫做日球层电流片的区域 这是太阳系中非常重要的电磁结构 所有行星的磁场都嵌入其中 换句话说 这个星级访客不只是来串门 它还会搅动整个太阳系的电磁神经系统 更奇特的是它的轨道 San Atlas并不像太阳系里的行星那样 顺着走 它是几乎完全逆行穿越太阳系 它的轨道与我们太阳系的黄道面 形成了一个约175度的夹角 几乎是头对头穿过来 这也意味着它将以极小的角度接近地球 火星水星这些行星轨道 带来一系列我们过去从未有机会观测到的互动场景 这种几乎与所有行星迎面相撞的轨道方式 使它有机会穿越太阳系中最活跃的磁层结构 比如日球层电流片 也就是太阳风形成的电流波动区域 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说 这种角度的穿越轨道极其稀有 而且它所带来的物理相互作用 可能远超我们目前的模型所能预测 我们对它的了解 越来越依赖近红白光谱 这些波段 比人眼看到的光稍微红一些 但它们能揭示出尘埃 气体 甚至一些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分子特征 在这一部分观测中 科学家绘制了四张能量图谱 它们像是汇发不同层次的X光扫描图 有一张图是专门看二氧化碳的 另一张覆盖了更多灰尘波段 还有图谱显示出水蒸汽和一氧化碳的分布情况 这些不同的图像 合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有颗结构 不断分化的彗星外壳 简单来说 它不像我们以前看过的任何一颗彗星 它的成分中 二氧化碳的比例异常至高 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太阳系内的彗星 只有一颗曾经观测到的彗星 水与二氧化碳的比例更高 这暗示了一个重要事实 San-Elas并不是按我们熟悉的彗星剧本演化出来的 因为它来自遥远的星际空间 可能来自银河系另一端甚至更远 在那里 它的童年和成长环境 跟我们太阳系里的彗星完全不同 想想一下 它在星际间穿梭了不知道多少百万年 穿过宇宙射线风暴 经历了银河环境中的洗礼 直到现在 它才第一次进入我们的太阳系领地 它的核心可能正在经历元素分化 这是一种彗星在热力 电磁力下的内部重组过程 这不仅是科学观测 更像是一场揭示星际历史的抛面图 而这还只是开始 接下来 我们将探讨一种被称为复杂尘埃等离子体的现象 这可能是San-Alice最神秘 也最有启发性的特征之一 当彗星靠近太阳 它表面生化出的气体 在阳光的能量作用下 会变成带电的粒子 也就是等离子体 这类等离子体会和漂浮的尘埃颗粒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 科学家称之为复杂尘埃等离子体 而在实验室里 我们早已通过加热富含碳的气体 重现了类似的结构 在那里 科学家们发现 这些碳等离子体 竟然会生成纳米颗粒 包括微小的钻石和石墨团促 也就是说 当三埃勒斯靠近太阳时 它的挥发中 可能正在生成宇宙中最坚硬的物质之一 纳米金刚石 这些颗粒通常只有几纳米大 却能不断聚合 形成更大的结构 直径达到十 五十 甚至上百纳米 换句话说 它不仅带来宇宙尘埃 还可能是一个纳米材料制造厂 而且 等离子体与电磁场的相互做 永异常强烈 它比万有引力 还要强上许多个数量级 这也意味着 三埃勒斯可能与太阳系的磁场 电流 甚至行星之间的电磁连接 产生深远影响 这不是幻想 而是粒子物理 和等离子体科学的真实推演 当我们说三埃勒斯活跃 这不仅仅是它自己在冒气 它还正遭遇着 来自太阳的重拳出击 就在2025年8月21日 太阳背面发生了一次剧烈爆炸 引发了大规模的日缅物质抛射 CME 速度超过每秒1000公里 NASA的空间天气模型显示 这波冲击波 虽然没有正面击中三埃勒斯 但其边缘仍可能轻微擦过它 这也意味着三埃勒斯刚刚经历了一次强烈的电力事件 与此同时 我们地球也正处在这次爆发所引发的S1级质子辐射风暴中 这是一种高能粒子流 能够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冲击行星表面或大气层 而三埃勒斯面对的环境 甚至比地球还要恶劣得多 在这场太空风暴中 它的等离子体挥发可能被进一步点燃 活性增强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 这个星级巨客正在一种我们前所未见的方式 与整个太阳系发生物理上的互动 乃至在某种意义上 信息上的交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几个月里 它将在太阳系内经历的关键时刻 首先是10月初 它将非常接近火星轨道 以一种罕见的方式 越过火星上空 非常平行 非常贴近 随后在10月21日左右 它将与地球形成上河 也就是从地球角度看 它与太阳几乎重合 更有趣的是 就在这一天 它还将与太阳 水星 火星 一同排成线 这样的行星几何结构 可能引发某些电磁上的连锁效应 紧接着 就是10月29日 它离太阳最近的一天 近日点 预计在整个10月和11月 随着San Atlas靠近太阳 进入太阳活动最强烈的区域 它的挥发将变得更加巨大 更加电力 甚至可能扩展到 与太阳本体一样大或更大 这场景堪比一场宇宙级的表演 接下来 在2026年3月左右 它将接近木星轨道 结实 它将从黄道面下方穿过 继续飞向深空 整个过程中 它与太阳系的电磁系统 保持着紧密接触 那么 这场星际之旅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在2017年 第一颗被观测到的 星际天体奥默默 进入太阳系时 几天内 我们就记录到了 两次S级太阳要班 和一次8.2级地震 而San-Alice体型更大 速度更快 与太阳和行星的接触更密集 如果我们将等离子体 看作信息的媒介 那么 它是否可能也是 某种意识的载体 科学家们早已提出 等离子体 是宇宙中最常见的物质形态 占据了宇宙99%以上的可见物质 而它的电磁活动和波动结构 竟与某些神经元放电模式 惊人相似 我们当然不能轻易下结论 但这也许是我们理解 星际意识的起点 毕竟 在量子场论中 每一个粒子 不过市场的一个激发 一个波动 而意识 很可能正是在这种波动中涌现 San-Alice带着它亿万年的旅程 从银河的另一端 闯入我们的家园 它是否也带来了 某种古老的信息 记忆 甚至失忆时 没人知道答案 但它的造访 或许会让我们重新审视 自己与宇宙的关系 San-Alice 这位从银河彼岸飞来的旅客 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以一种不可忽视的方式闯入我们的世界 它的身上携带着星辰 气体 电流 甚至可能还承载着我们尚未理解的信息结构 我们不确定它从哪里来 将会带来什么 但它提醒了我们 宇宙并不禁止 它在流动 在互动 在不断与我们展开对话 也许 它不仅仅是一块冰冷的岩石 而是一次星际层面的敲门声 它还会停留几个月 天文望远镜 将持续跟踪 它的路径 它的变化 敬请关注 我们将随时向您报道 San Atlas的最新动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